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 如果周围的声音太过嘈杂 影响念书的专注程度 除了戴耳塞降低外界声音外 现在还有一种产品 称为抗噪耳机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只要戴上抗噪耳机 就算外面有较大的声音 也可以透过主动降低噪音的方式 让进入耳朵的声音消失 效果比耳塞好得多 你知道这是用什么样的原理达到的吗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在说明反向点波源干涉前 同学们我们先来复习 什么是两个点波源同向位震荡吧 同学们可以发现 画面中的鼓棒在敲击水面的时候 两只手是同步的向上或者向下 所以敲击出来的两波源产生的波峰 或波谷会同时抵达同一地点 这样的两个波源我们称之为同向波源哦 如果有两个同向位震荡的 异围绳波反向前进 那么同学还记得 最后两个波会变成怎样吗 没错 最后就会形成异围助波的震荡 那么什么是两个波反向震荡呢 我们一样来看鼓棒超级水面的例子 同学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鼓棒在最高位置的时候 另一个鼓棒恰好在最低位置 这样敲击就会造成当一个波到达波峰的时候 另一个波刚好到达波谷 或是说两手敲击水面的时间相差半个周期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两个点波源是反向的震荡 如果现在有两个反向的异围绳波 那么这两个绳波相遇的时候会产生助波吗 还是波会消失不见呢 答案是会产生助波 那么和同向绳波形成的助波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动画中发现 同向与反向的差异 其实就是节点、负点对调而已哦 而先前学到的二维水波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看看吧 因为要讨论图中暗闻的出现 同学还记得暗闻的出现是哪一种干涉呢 是建设性干涉还是破坏性干涉 答案是破坏性干涉 也就是波峰遇到波谷的情形 为了方便后续的讨论 我们就先分别关注S1波源的波峰 也就是黑色实线 以及S2波源的波谷部分 也就是红色虚线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两个反向的水波 在中垂线上的点 会是完全建设性干涉 还是完全破坏性干涉呢 我们来分析中垂线上的A点 可以发现A点刚好在S1的波峰 S2的波谷上 所以可以确定A点进行完全破坏性干涉 将形成节点 接着我们在中垂线上方再找一个B点来分析 同样的也是进行完全破坏性干涉 形成节点 相信同学们已经发现了 只要在这条中垂线上 对于反向干涉的波源来说 将会形成节线哦 那么同学再看看图上的D点 会形成怎样的干涉呢 有发现D点恰好在S1、S2的波谷上吗 所以D点会是完全建设性干涉 就是所谓的负点哦 最后我们来看看E点 这次是不是比较容易分析了呢 E点同样是在两个波源的波谷交汇处 所以为完全建设性干涉 同样也是负点的震荡哦 这样你会判断了吗 接着我们来看看反向水波干涉的 节负点与波长差有什么关系 首先看到刚刚提到中垂线上的节点A 我们可以发现 ASE线段等于2λ AS2线段等于2λ 而波长差就是ASE线段减去AS2线段 可以发现波长差为0 继续看到中垂线上的B点 会发现BS1线段等于3λ BS2线段等于3λ 波长差一样为0 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出 中垂线上的点 波长差都是0 又因为两波源反向 所以中垂线上所有点都是节点 再将这些点连起来 就是所谓的节线哦 同学们有发现 和同向波源干涉的差异吗 在同向波源干涉中 中垂线是负线 而在反向干涉中 中垂线变成是节线哦 另外我们再分析负点D DS1线段等于1.5λ DS2线段等于2λ 可以计算出 D点到两波源的波长差 等于0.5λ 接着分析负点D ES1线段等于2.5λ 1s2线段等于3λ 可以计算出 1点到两波源的波长差 等于0.5λ 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出 在反向波源干涉中 当某点到两波源的波长差 为波长的半整数倍时 将会形成完全建设性干涉 即为负点位置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除了中垂线上的点外 还有哪些点会是完全破坏性干涉呢 我们可以从图片中找出 P Q R S 这四点 会发现 这四点到两波源的波长差 都是λ 所以这四点都是节点 接着把水面上波长差为λ的点 全部连接起来 就是节线 我们也可以发现 只要某点到两波源的波长差 是波长的整数倍时 会形成节点 若将同样波长差为λ的点 用平滑曲线连接起来 恰好就是数学上的双曲线哦 那么哪些点又会是完全建设性干涉呢 图中的X Y Z 三点 同学们有看出都是完全建设性干涉吗 且这些点都在S1 S2的波谷 所以是负点 接着计算X点到两波源的波长差 等于0.5λ Y点的波长差也等于0.5λ 最后Z点的波长差 同样等于0.5λ 再将这些点用平滑曲线连接起来 就是我们看到的负线 我们可以发现 只要当某点到两波源的波长差 只波长的半整数倍时 就会形成负点 而若将相同波长差的点 用平滑曲线连接起来 也恰好是数学上的双曲线哦 如果对比先前介绍的 同向水波干涉 同学们有发现 反向干涉的结果 其实就是同向水波干涉的结线 互相对调后的结果哦 这样你有清楚了吗 现在同学们知道了反向波源的干涉原理 让我们来看看影片一开始的抗噪耳机 是如何降低外界声音的吧 抗噪耳机利用耳机上的侦测器 收集外界的声波 再利用电子元件发出一个反向位的波 这样外界的声音与耳机发出的波 将进行完全破坏性干涉 达到消除噪音的目的 我们来整理学到的重点 抗噪耳机的原理 主要是利用耳机产生一个和外界反向的波 再让外界和耳机产生的波 进行破坏性干涉 达到降噪目的 同向波源即为两波源 同时到达波峰及波谷 而反向波源 则是其中一个波源到达波峰时 另一个波源刚好到达波谷 在反向干涉 用某点到两波源的波乘差 为0、λ、2λ等整数倍的波长时 将形成节点 若某点到两波源的波长差 为半整数倍波长时 则该点将形成负点 最后想一想 台北101的阻尼震荡器 能够减少101大楼约40%的摇晃程度 同学们想想看 这和反向干涉有什么关系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下次见咯 拜拜